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折叠车 它的折叠盒的隐藏式机构 那我们这一块也是一个手柄 那这边的话用M5的调节螺丝 它在调节它的松紧度 这里有个孔 到时候用内溜角这里调节它的松紧度 看锁不锁得紧 再过来的话就是这一块就是一个自锁机构 它也不要也是相扣式的 待会我们等一下就是说装上去操作一下 怎么去装配 这边这两个转轴的话 一个是大一个是小 大的话它没有孔 区别在于这边是有内有牙纹 待会我们后面装的这个是M4的 我们有靶套 靶套这个螺丝可以拆 可以就拧紧锁它到时候拉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示弯 那现在我操作一下怎么去装配它 首先呢我们把把这个这个手柄装上去 手柄这个这个垫片是朝下的 这有一个垫片一定要记得往这边去 然后我们我们这样子来装 打开一点打开90度 这样装配是比较好看一点的 到时候我们是放这边去装 我们用这个这个轴这个对外面这个对里面 我们一定要记得分清楚 或者我们先把垫片先套在这里面 套在这里面 待会就是这样子一个机构这样装上去 首先第一步是装这里 首先第一步是装这里 再用小后的孔位的最小的螺丝 那六角 这个把它抵进去 这样子就 就防止它松动 再过来我们扣这个 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 转感 也是一样 把它推进去 这里有两颗螺丝 螺丝 是锁在这个孔 这个孔的 因为这边是小的 这边是说说用小 短一点的 这个是用长一点的 就要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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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 这边就要区分开去 你都不能辣开 就要区分开 如果你能住 那边看呢 打开 那边看 记住一定要看到这个孔顶到这里 顶到为止 大概再用一点点力 它就锁成这样的结构 防止它掉落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子这边的结构装完 那现在我们来装一下这边这个孔的扣死这个结构的这个自锁机构 让我们先来示范一下 这个弹好像是扣这里 旋转一下角度 这样就OK 再锁下来 这里会比较紧 那我们这个就用这个螺丝条 看我扣一下 OK OK